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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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各位記者朋友 我們還有一位代表未來 大概五分鐘左右 不好意思 要這麼多位等那麼久 不好意思 謝謝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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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并 跟黑衣人近距離接觸 和使徒強行使徒武力在制服之下 我就因此受到生命和財產受到威脅的情況之下 因為當時以為遭到搶劫 我就自然嘗試增開那位聲稱是警察的黑衣人的控制 但我不成功 然後隨即被三名聲稱是警員的黑衣人包圍 重重包圍把我壓在牆上 然後被警察包圍之後 我被其中一名編號是UI4827的警員 下位機叉頸 就是這位UI4827的警員 下位機 同時UI4827警員 下位機 他雙手叉著頸 迫在牆角那裡 然後其後有一班熱心的市民 圍著警員和他理論 警員下位機 就是剛剛UI4827警員下位機 在我耳邊細語 言語地威脅我 他就說 最好不要搞大這件事 現在搞到這樣 是我方仲賢一手造成的 搞到這樣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然後他更以聲稱 我有床有攻擊性武器的罪名 將我無理地拘捕 而在整個被捕過程之中 唯一向我清晰展示過 正常委任的警員 只有黃漢豐警員編號UI8702 黃漢豐警員編號UI8702 他是唯一一個有清晰展示過警察委任證的警員 而叉我頸的下位機 是沒有展示過任何委任證的 在另一方面 對於聲援我而被捕 或者受傷的人 我是感到十分難過的 因為我在被捕的時候 我知道深水埗有些市民 因為聲援我而被捕 當中包括有一位浸大的同學 同學都是讀同一科歐洲研究的 我對此感到十分難過 浸大學參謀絕對 願意為當日受警方拘捕的意識 提供援助 無論法律上或者財政上 我們都絕對會為當日被捕的意識 提供一個援助 而且很感激在8月6日和7日 聲援我的香港市民 因為對於一個被捕人士 被捕意識來講 知道在被捕拘留期間 有人在外面聲援自己 支持自己 絕對是一個 心靈上唯一一個得到平靜 和安慰的一刻 在另一方面 對於今次的濫捕事件 本人除了要強力譴責警方濫捕 亦都想在此再強調 由此至中我持有的 只是十支觀星筆 亦都同稱雷射筆 Laser pointer 而絕非警方寄招所宣稱的雷射槍 雷射筆在大學科學堂簡報是常用的文具 持有雷射筆在香港法律之下 其實是絕對合法 在由雨傘革命到現在 只是短短五年之間 警方對於攻擊性武器的定義 已經由雨傘變為 只有十八厘米長的觀星筆 但是在七月二十一號的期間 八月五號 七月二十一號元朗 和八月五號 荃池都的白山暴徒 他們就只是單純因為撐警 是站在極權那邊 然後就將刀和棍 隨機斬人 隨機攻擊市民的人 到現在都未被警方正式起訴 反而對我們手無寸鐵的學生 手無寸鐵的我 手無寸鐵的市民 就要使用武力制捕 無理拘捕 這種選擇性的執法 絕對是赤裸裸的政治打壓 赤裸裸的政治打壓 我在這裡將會保持法律追究權利 也都會積極地去問律師的意見 而去為無理拘捕我的警員 去作出一個起訴 也都想在這裡強烈地要求 對本人施暴的有組織 罪案及三合會調查警員夏偉基 和有份包圍我的林法健警署警長 和黃漢鋒警員和黃繼林 警員出席警方一陣 四點的定期記者招待會 親身地去回應 和道歉對我私部的一事 和對本人再出的交代 也都希望從我這件事開始 類似的警察私部事件 不會一二再再而三去發生 和也都不會不了了之 在今次買官星不被捕一事 其實反映了政權 去試圖製造白色恐怖 令全港市民去禁聲 早前有13歲的女學生 在天水圍買書路過而被捕 及後有我這件事 很多很多濫暴的案件 不斷不斷地在香港的社會發生 如果我們現在不去再反抗 其實就是對暴政 對白色恐怖的妥協 如果這些物品本身是一個違禁品 我們是不應該 亦都不可以因為警權過大 政權暴力而自我禁聲 自行放棄我們自己應有的權利 無論是人身自由 或是購物權利 在當警察濫暴的情況 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時候 其實就不單止是一件 白色恐怖的事這麼簡單 亦都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 香港警察以憂斑名義 在鬧市裡面埋伏 搜刮意見人士 鎖定目標 就在適當的時候 對目標進行歸逼和恐嚇 以莫須有的罪名 意圖、強行、無理、扣留意見者 手段其實是和德國納稅時期 的秘密國家警察是沒有分別 與此同時 事件是正正反映出 在反送中裡面 最邪惡、最歹毒的支柱 就是政權可以透過誤告 被告其他的罪名 而清除政敵 而事實都證明 香港警察早已和港共政權 是完全接軌 淪為了國家機器和政治工具 和中國黨衛軍解放軍是完全沒有分別 是否還要有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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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我旁邊 你坐我旁邊 我是香港鎮會大學學生會外務副幹事長梁兆玉 在這個星期三 我收到一幅很奇怪的一個威嚇的Facebook message 內容是這樣的 說 梁兆玉做任何事之前要三思而後行 如果不明白這個道理 可以親身去我家的地址 找我家的父母 這都是我家人的名字 去談 這是一個很明顯 對於學生會 對於針對這個浸大學生會的一個威嚇 與此同時 我去看這個人的Facebook 他的portile寫著 和別及家人 其實 事已至今 反送中運動 去到今時今日 很明顯看到的已經不是單單一個 因為我們要反對這個無利的 extradition bill的一個指控 更加的是 對於我們這些普通的市民 對於學生會 對於他們所說的大台 的一種迫害 我們學生會在今次這件事件裏 為這個示威者提供這個支援 我們沒有做過任何一個想天何利的事 從頭到尾我們都是為公義發聲 何時為了公義發聲 竟然成為了一種罪名 成為了不法分子去威嚇的一個手段 提供 提供 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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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人也說 發現在家附近 有人貼上這個記錶 裡面內容是寫著 亂港暴徒,淨陷家產,屌你老母,滋擾民生,再將港海,把你輪迴,忠言逆矣,逃果自負 我們只是一個普通的學生,手無寸諜的學生,無論是我會長的事,還是我的事 都很明顯見到有人是有計劃地,有組織地去針對學生會,進行以上的威嚇和威脅 而目的就是令到我們禁聲,令到整場運動無法進行下去 在這裏,雖然我是很害怕,但我知道我這一刻在做的事是正確的 我不會因為這些事而去選擇自我滅聲 所以淨陷學生會是會繼續走出來,去支援各位 大家好,我是香港教育大學學生會,任志行政委員會會長梁耀廷 其實在昨天早上,我發現在我家門口,都有人貼了一張這樣的街照 外容呢,其實跟剛才這麼大的外務庫幹市場是一樣的 而中間就有我家地址 這個是原本的原本的Copy 這些很明顯都是對我,甚至對我家人的威嚇 甚至到今天早上,就是幾個小時之前 我家人發現我家門口,有幾個陌生人,一直在監視著我家門口 原因不明的,但他有敲過門問,梁耀廷在我家,說想找我 很慶幸的,我那個時候不在這裏 而他們都沒有對我家人做些什麼 但很明顯,這次的事很明顯是針對著我們那些在做大專學界學生會的人 亦都很明顯是因為我們在反送中運動的付出的角色 而覺得我們是一幫使去攻擊政權的人 他們要用這些方法來騷擾我們,令我們滅聲 令我們不繼續做一些我們認為對的事 符合公義的事,而我都很慶幸,我家人都支持我做的事 所以我會說,即使有幾次發生 我亦都不會這樣向這些威嚇,向這些白色恐怖低頭的 都是各位 大家好,我是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時事委員會處理主席彭家浩同學 同樣地,剛剛兩位梁同學都收到有關針對他本人和他家人的恐嚇訊息 同時我都在8月13日在Telegram收到相關的短訊 內容就提到說,我的暴行是觸發了香港的法律已經盯上我了 全香港市民都叮死我,最好去警署自首 不要逼我們全部香港市民用粗口去罵我 其後他亦都用粗口去罵我,就說 我超出了香港人的容忍度,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 何時輪到你等等的字句 去到8月14日,他就說出得離行就要還 下次再見你出來搞事,不單單要收你皮 還禍及妻兒必殺你老母全家 之後再在8月14日晚上的6點59分 也都在我的Facebook的Message Inbox 就收到相關的訊息 跟剛剛的用戶都是一樣的 那個用戶的內容就提及到禍及妻兒 這個用戶就提及到彭家豪 接著就說我家人的名字 沒有教過你不要做相片害你的事嗎 如果你老爸連這麼簡單的道理都沒有教你 我去寫到我家的地址 就教一下他怎樣去教好兒子等等的恐嚇字句 同時那晚8月15日晚上的8點40幾分 我家人就收到一個電話 他就提到說 香港已經夠亂了 你不要再搞那麼多事 不是的話你也會出事 那他去恐嚇我家人 等等的恐嚇信息 我本人和我家人都收到的 那我們能夠從那個訊息的內容 都能夠見到其實是針對我們的政見 或者是我們過往做的有關的社會運動有關係 那很明顯就可能他們是想透過這些恐嚇的途徑 去打壓學生和我們學界做的相關的行動或者活動 但是我想說出的就是 我們做的事其實是為了香港的未來 還有是正常的活動 還有是符合香港的法例 我們忍心見到香港的核心價值被人蠶食 才會這樣走出來去做我們現在要做的事 那如果我們做一些是合乎香港法例的事情 但是他要用一些犯法的手段去打壓我們的學生 那誰是破壞法治呢 那大家心中有數 那其實我們家人 即是我們幾位的家人都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和感到人身安全的威脅 那我想這件事其實和政見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其實這個是作為人的對遇錯道德的判斷 我們認為大家都可以去思考一下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 還有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必要呢 那如果是政見大家都想去和平表達意見的 那而不是用這些打壓這麼悲劣的手段去打壓我們這些 這些手無絕天的學生 那同時我們都希望警方 雖然他們是受到很大的政治壓力 和他們可能有些人是受到政見的影響 但是都希望他們能夠保持他們的公平公正 去調查相關的事件 去維護他們本身應有的尊嚴和尊嚴的道德 那大致是這麼多 那大約在前天的時候 那我在我爸爸家 那我爸爸不是在一起住的 那他家裡突然間有兩名聲稱是CID的警察探員 來探訪去找一個姓李的人 那自然我爸爸家裡當日姓方的了 那他們就抄下了我和我爸爸家人的身份證 也都是有 再之後就曾經是打電話去 聲稱是一間公司 想拿客戶資料 就要拿身份證 然後才可以說是什麼公司 那其實我們學生會對於這種政治打壓 或者是把揍恐怖 其實我們是從來都不會畏懼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在做的事情 從來都是為這個社會的正義 所以我們即使是受到任何程度的恐嚇 或者迫害 我們都不會放棄 做我們認為自己覺得對的事情 而在這件事上面 或者整個反送中的運動上面 所需要支援和受傷的抗生者 我們浸大學生會和學界 也絕對會全力支援他們一切的所需要 前學卷總編梁繼平 也都是在佔領立法會的時候說過 香港人是沒得再輸 沒得再回頭 否則香港的公民社會只會一沉白踩 沒錯 因為我們如果我們一停下 會有無數的義士 因為這件事 因為反送中運動而被捕 中共對香港的打壓也都只會更加嚴重 就好像2014月雨傘革命之後 有DQ 有修改意識規則等極度荒謬的事件 在香港發生 所以我希望可以在這裏跟大家說 在這個白色恐怖警黑合流的香港之下 就算現在或將來要遭受幾大的政治打壓都好 我方仲賢和浸大學生會 和各間大專院校 仍然會毫不畏懼 必定會繼續和抗爭者同行 多謝各位 請問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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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了学生的计划 我们有名称的名称 我们不是一个名称的名称 我们是很容易地创业 如果我会他们 我会选择一个人更容易地创业 就像所有人 我们的家庭一直都是我们的经历 所以我认为他们的家庭 他们有个人的家庭 所以, 您是第二个问题 你有没有提供过去吗 有没有提供过去的家庭 要是要注意注意安全的 我们专门的名称 但我身边没有提供过去的警察 我认为我会选择 可能会是今天或明天 但我可能会选择 每选择的选择,每选择都是在考虑的考慮。 可以先回答她的問題嗎? 我昨天的報告,每天我們要外出, 我們要很小心, 我們很緊張,很緊張。 我們很緊張,我們很緊張。 我們很緊張。 因為我們很緊張。 當時你說是擔心的, 其實你當時有沒有反抗 所以才差你 我可以詳細說一下當時的情況 你買官升筆的作用是來做甚麼 還有你覺得當日警方是有示範的東西 你有沒有再看片段 其實你買的官升筆是否跟他們所聲稱的 是否真的有這麼大的威力 另外就是等於你會不會再繼續 去參加其他任職集會 另外三位角色 就是問學生黃教授的 為甚麼你們會覺得自己成立目標 還有會不會報警 還有就是報警之後 不知道警方有沒有受理到 或者會不會向你提供保護等等 首先我回應了向我擦頸的警員 那個問題先 其實我是絕對完全是 對於他們的 他們的當時拘捕我 是完全沒有任何反抗的行為 完全沒有任何反抗的行為 當時我想問他為甚麼擦頸 他就是因為我逃跑 但其實我只不過是完全不知道他們是甚麼人 亦都認為他們是想搶東西 因為他們只不過是 說自己是警員 然後就想拿我的膠袋來看 那自然我就想擺退控制 然後他就插著你 按某一場 而第二個問題應該就是 是不是官升筆 賣做甚麼問題 其實為甚麼會買十支官升筆這麼多 那我當然不會是 我只兩隻手 那我用不完十支 那我其實是幫朋友買的 大部分 絕大部分都是幫朋友買 而只剩一支是我自己用的 那用途是甚麼 其實官升筆是 好像剛才說是有很多用途 可以拿來官升 可以拿來做文具 甚至可以扭貓玩都可以的 那這個就是用途 也是幫朋友買的 主要是主要原因 那第三條問題應該就是說 警方的 他們在記者之路會 展示那支筆 那其實 在買的時候 其實我只不過是跟那個小販講 那個商店的 賣給我的那個買家講 我需要一支藍光的鋁石筆 那但是其實我是不清楚 它的功效有多大的 那當然警方示範過之後 我不清楚它有沒有對於 我的官升筆有沒有改裝 當然因為我沒有試過那支筆 我也是在買的情況下 我完全沒有買過任何電 我都沒有在當場實測過那支筆 的功率是多少的 那它們有沒有改裝過 我是不知道的 你還有會不會參加 即未來會期的參加 會不會怕不再參加集會 絕對不會 絕對當 好像剛才說 面對政權 一步一步打壓的時候 我們更應該去 勇敢地去發聲 勇敢地去參與 示威 因為我們做的事是正確的事 不可以 絕對是不可以因為做正確的事 而選擇 因為害怕而要逃避 回應回你剛剛的問題 就是問到 為什麼我們會成為目標 在這次這個 所謂沒有大台 沒有領袖的運動裡面 那它如果是需要 去找一些人去打壓 或者是去扣帽子 去分化你們的話 那我相信 容易下手的可能就是 學生會的同學 所以他們就 會去這樣做 我們 也都是 可能公開了我們的 性命 或者是怎樣都好 但是 我不知道是 哪方面的勢力 或者是他們 最終的 可以做到 做到什麼的地方 那麼這件事情 會令到我們 真的 那昨天就去了 去警署保安 那麼 他們都是受理 那個 案件 就是它是避了案的 那麼 同時間 也錄了口供 但是沒有說提到 有什麼特別的人身安全的保障 或者是會保護 它就說會調查相關的事件 還有兩位是否會報應 外長會考慮報案 還有我會保留一切法律上 追究的權利 我也會考慮報案的 那其實最主要原因是 除了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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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自雅茜茜茜茜茜茜 The 那我就好像反映了他不知道我的身份 但是我認為警署警長是有機會知道我的身份是學生會長的 那是否想說他的身份 即是說他擦了鏡之後已經回答了身份 所以他才再細小聲說 不是不是 他是細小聲說完之後我才說我的身份 即是他是已經早已說得出你的名字 但你還沒說你自己說 不是不是 不知道 不是 他知道我不要介意你 我是指方仲賢 沒提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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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兩位在哪裡找到 在哪裡找到 我不想說 我家裡住公屋單位的 純粹是那天早上在鐵閘旁邊的牆壁 然後就貼了兩三張這樣的街招 所以你最後那個問題是 即是怎樣可以 我們想知道你貼是哪個角色 是令到你家裡的身份 喔 家門口旁邊 到閘旁邊 即是直接是你家門口不是你的屋園 不是 不是 我單位門口 你見過多少 兩 三張 三張 還是你那裡沒有人在殘打的地方 我們沒有發現 保安都沒有見過 是的 我覺得很明顯這件事 是針對我和我家人 因為我收到相關 有我家人訊息的一些 訊息 另一方面 其實長期留在家裡 也只有我和另一個 我未成年的妹妹 我們兩個都是 女性來的 我覺得 也很容易令到不法之徒 其實有機可乘 那我 我不是很清楚他貼在哪裏 因為他貼的時候 我不是在現場 也是因為收到保安的通知 我才知道有這件事 你說街招 因為我擔心我安全 我這幾天都沒有回到家裏 但是我叫了家人去看看 附近有沒有走 他說我暫時沒有發現 那其實首先是 在我被警方拘捕之前 我已經是有少少喉嚨痛 身體不舒服 的情況出現 那當被他拘捕那一晚 就 就開始發燒了 就開始發燒 發到去 被拘捕之後 被無條件釋放之後的 那一天 那一天 那原本是想著 再出院之後 就開記者指導會 交代整件事的 但是 在那一天的 早上凌晨的時候 已經發燒發到 39.7度 那就 去到晚上 就發到去40點4度的 那就即時 就夜不連夜的 去轉介去其他醫院 希望有更好的 醫療服務 那就 但是其實 當時 最大的問題 其實不是發燒 其實是擔心著 家人 和朋友之間的安全 因為我知道 有一幫 街坊位同學 中學同學 大學同學都好 街坊去 在深水埗警署 大家都知道 現在警察 對於 群眾去聚集 是十分之敏感 那其實 時刻 其實都擔心著 他們 會不會是被催淚彈 去影響到自己身體的健康 或者是被警棍去 無理地去毆打 那 也都知道了 有同學被捕 那其實心裡面 是 十分之複雜 因為擔心的都是香港外面的事 是啊 是啊 那 我想問 我們之前 之前 有一次用這個 換成筆 之前 我們曾經用換成筆 在任何這些 近範的一些 審視 用過 換成筆 沒有 那 你可以商量的々心 您可以澄清一下 A prayed the party is actually using and unjust I just for a little on just for us because until now they 她沒有解釋我為什麼我沒有解釋 為什麼我沒有解釋 我還沒有解釋 她沒有解釋我解釋 如何看? 但她沒有解釋的原因 這雜貌是用來攻擊人員 他們沒有解釋這原因 What's going to say to you? Lugly my family members and my friends are rooting for me and they didn't say such thing at least so far and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to stand up when things like this happen because if we don't stand up if we bow our head to these terror and these anonymous threats they're going to happen to more and more people and not just us I think we're not doing this for ourselves only but for others confirmed but that was so clear it means we won't see it and you can agree with that that was a big issue you know It was a big issue 那但是這方面都要跟律師長談就可以有一個定論出來 那就回應回當天在聲門我 而在深水埗警署被捕的同學 那他就其實是處於跟警方保釋的階段 那就是暫時未被起訴的 那當時就是以非法集結的罪名而拘捕他的 他會以任何一方便會示威 那些革命或透明人去香港 就像就像那個理想要說 應該會示威人說 你現在自然會示威人說 因為他們群人是俄羅斯人 他們都會示威人 我认为不一定是以避难一个人到aranled マーターINA 即使可要带着其他人 通常谁能不要冲啊 Effekt Disc Wouldn sich发生存在 一個人資料就是父母的名字 比較是私人會否算是哪些人得到 即是怎樣得到這些資料 使用照片可以繼續 生日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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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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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